威尔主持人 你真的讲到一针见血 这就是要钱嘛 因为其实薛曼副国务卿 在跟王毅会谈的时候 他其实是提出来了 美国不会去遏制中国的发展 这个话当然讲讲而已 但是我们其实在别的场合比较少听到 他某种程度也把这个讲出来 这是王毅讲的所谓的三底线 中间很重要的事 但是他也讲到 我们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奥斯汀美国国防部长 在新加坡的这个演讲 你看我不断地引这些所谓 还中国访问的几个人都在 大概一个礼拜不到十天的前后 都来亚洲 也都在谈中国谈台湾 但是他们的谈的内容 那种一致性 这稿子都写好 我想大概都是国安会 Core Campbell的那些人 帮他们就是说提议的 不管去哪个国家都是同一份讲稿 那奥斯汀在新加坡的这个演讲当中 他提到 也就是他尤其也被记者问到 他提到说 我们是在台湾关系法 跟一个中国原则之下 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是一个中国政策 在台湾关系法跟一个中国政策之下 维系跟台湾 就是强化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 那这个是台湾关系法里面 就是提到的 法律上的对行政部门的要求 就是要提供台湾足够的防卫性武器 所以其实现在对台湾有三点 应该讲有四点 前面讲三点是美国现在政策已经很清楚的 就是台湾关系法 一个中国政策 还有呢不支持台独 这个是从Core Campbell 到就是甚至许多 我们连邱毅人都自己在附和 我想邱毅人刚好在那个时间点 之所以会在那个场合讲出来 某种程度大概也是 我觉得可能是安排的 因为它不是真的具有 政府官员的身份 被受益的感觉 可是它是在民进党 跟现代的政府里面又算是高层 所以呢也就是这三点 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关系法不支持台独 可是第四点是什么 也就是尽量要去打台湾这张牌 不是说只是在做台湾防卫而已 其实台湾牌 从三月份的时候 美国开始在跟日本做这个二加二的这种 外交跟就是国防部长会议的时候 就已经端出来了 叫做台海议题国际化 你看到现在它这个台海议题国际化 尤其最大的成效就发生在日本 使得日本的自民党的保守派 右翼的这些政客们 其实已经基本上是受到美国的这种支持 在对台海议题的这种谈话 已经越来越就是说前进 越来越激烈 那甚至呢防卫省的防卫白皮书 里面也把就是台海安全对影响到日本的安全 就白子黑痴血出来 这是以前都不会发生的 因为以前日本会顾及到就是中日关系 在日本所谓的七二体制之下呢 对台湾基本上都采取的是说非官方的 但现在在这个安全议题上 因为美国的台海议题国际化 当然它也有推波助澜 不管是在这个就是政治人物层面 或者是日本的官僚层面 那你看到它现在开始对印度澳洲 这些四方的这个对话里面 慢慢都开始的把台海的议题要去凸显出来 所以某种程度打台湾派也就是说 我们变成一个代理人战争的这种场域会不会 日本现在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 但是呢台湾台海呢 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proxy war 我们讲就是说叫代理战争 这种冲突的可能性 也就是在台海之间不断地去制造 这种冲突跟争端 因为美国现在了解 香港因为国安法之后 你大概还能够上百面的 就是几个被判刑的案例 但是之后呢香港的形势会走向稳定的时候 就是它就没戏唱了 对然后呢新疆其实也就是这样子 不断地当然新疆根本跟全世界对于这个人权概念的理解是有差距的 那怎么叫做就是种族灭绝呢 那应该就是秦刚 他说的嘛 这个哪有这个人民 这个人口增加啊 这个生活幸福 这叫什么种族灭绝啊 这个种族灭绝啊 对不对 所以当没有什么细唱的时候 那你就剩下是南海 还有台海 那基本上其实南海的议题 现在会遇到什么样情况 南海行为准则 东协东盟的十国持续地跟中国大陆在做对话 所以他要去这一次奥斯汀去这个越南跟菲律宾 也就是要把菲律宾跟越南都拉过来 当然他不可能完全拉过来 因为这两个国家不太可能违背 整个东协十国的整体意义的一体化 因为东协的一体化 以及甚至亚洲的一体化 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 所以他们在个别的议题的政治上 有关于南海的问题上 可能会跟美国去做某种的负荷 这个我们要持续观察的 但是呢在台海的议题上 他怎么样去把这个手插进来呢 那当然就是要不断地在军事层面 那你讲到军事层面 美军如果现在在第一岛屿链里面 不管是在台海东海还是在这个南海 其实要打胜仗 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 因为基本上除非是在冲绳相关的海域当中 的这些 但是他的这些基地后勤的这种援助 也有问题 然后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来自于东风21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航母杀手 所以这边有讲说大规模集结的话 可能他们就可能作为飞弹军情的目标 在第一岛屿链里面的这种战争 根本已经在中国大陆这种 就是区域拒止的这整个大的军事战略 区域战略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军事这种大规模的介入 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为什么每次的模拟一定是不管是惨败 就变成被我练把的对象了嘛 就集结在那里 那只好拿一些科幻性的武器 来做自我这种疗愈嘛 但是呢 你怎么样还是维持在第一岛屿链上的这些 这种冲突性 然后呢对抗性 那这个当然从日本到台湾到南海的 菲律宾跟越南这就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从过去到现在跟未来 美国一定持续的会在这条线上三海一线 东海台海南海三海一线 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去制造那种冲突 因为东海的部分是因为今年2月那个海警法 那海警法牵扯到就是说许多的海警 它本身的这个武器的装备 而且可以使用武力 日本的评估觉得事实上 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的这个这些舰艇 根本都不是批对的对象 所以它扩大变成就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以及现在去结合可能的是美军 马上那个伊丽莎白号8月份 明天就进入到8月了嘛 8月份的时候呢 就会在东海跟美军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去做联合的演习 而且呢会进入到日本的这个港口 所以将来 不过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的航空母舰 英国的航空母舰 英国的载具是没错 但上面都是美军啊 因为18艘F35里面有10艘是美国的F35 还有250位就是美国海军队 对 这跟日本的情况也是很像 从英国出发 就是基本上其实就是 美国现在的军事外交 这是它最后一手 以及它一直都引以为傲的 虽然它一路的在全世界破坏 我们看到所有的啦 对不对 刚才老师在讲就是说 在亚洲地区 尤其是说靠近中国大陆这一带 美军也知道打是不切实际 但是我嘴巴动一动 刺激你一下挑衅一下 或者说我来个演习一下 这个我还是达到我的效果 可是呢 好美军这样干 现在英国有样学院也想要这样做 刚才老师也有讲到 就是之前我们在讲到伊丽莎白号 他整个航母的编队 要说我要经过南海 那时候还呛声说 你们中国不要太紧张 然后结果呢 现在他发现真的进到南海的时候 说意外的很低调 然后连他们的国防大臣也说 拒绝透露说 到底整个航母编队会不会突破 所谓的南海岛叫十二海里的区域 但是他没有讲 但是他就另外讲什么 说但是你中国不会把我 吓出国际水域的 环球时报 当然就直接呛回去说 这讲的也是很直白 这个英国的舰队是华盛顿的狗 他认为就是你就是美国的小弟 然后我们这边有东风的飞弹 我会来威责你这些不怀好意的外国军舰 但这呛回去没错 可是英国自己也在漏气 你看这个太阳报报导说 他们是他是前海军的参谋长叫威斯特 他就说你知道吗 我们的海军舰队十八艘驱逐舰跟巡防舰只有九艘可以作战 另外九艘卡在港口里面维修 所以几乎精锐进出了 就是我要出来到南海的 我已经把我可用的拿出来了 剩下都在港口啊 他怎么讲 他说这个是我们国家的死路 新船造的不够快 也没有足够的钱进行维修 就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刚才一再讲到 他居然在新加坡智库演说的时候 讲到这件事情 他直接说英国 如果你不把焦点放在亚洲 你回你的大西洋去啦 这可能发挥的效益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些所以现在看起来说所谓的英国到底是 美国的受益之下 他说他也要去南海 也要去东海就刺激一下 还是说英国本身他也觉得 我也要当一个强权我也来走一招 主要还是在于南海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价值 越来越高 那他主要的还是在于全世界的贸易线 40%都经过南海 所以南海本身的这个贸易这么的往来 这么的高的话 他的经济产值这么的大 所以他已经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 地缘战略的海域 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海域中是享有绝对的优势 这些美国跟欧洲的国家 他们一直希望他们也能够在这个地方有存在的现象 也就是说他要告诉亚洲的国家说 我还在我还是大国 我还是强国 所以他的海军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来走一趟 因此你就会看到不只是法国的军舰 英国的德国的军舰 这些他们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走一趟 以往都是美国的军舰走 但是由于南海这个海域的这个整个地缘战略的位置实在是越来越重要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些欧洲的国家他没有忘记 他还怀念他们以前在旧殖民时代的那个光荣 那种荣光 可是他的荣光是建立在被殖民国家的哀伤痛苦跟愤怒 跟仇恨的基础上 那因此这些国家由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一直没有去清算这些旧的殖民主义的国家 他们对于破坏人权 他们对于这些被殖民地的杀戮压迫 他们本身要负起责任 我们一直没有清算这段历史 由于我们一直没有清算这段历史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这些被殖民的地方 他们认错 他们道歉 不一定我们要他们赔偿 可是他们要认错 要道歉 要在历史上写下他们的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这样做 所以日本从来没有去对于殖民台湾 还有殖民亚洲的国家 殖民菲律宾 殖民这个朝鲜 韩国 他们认错道歉 美国也没有 那么英国法国德国根本不用说 他们都没有认错道歉 其实这是我们的错 也就是我们被殖民的国家 或是赤殖民地的国家 战胜之后 其实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强大起来 其实应该要联合全世界过去被殖民的国家 我们要求在联合国里面要主持公道 也就是说我们要回溯 我们不要他们赔偿 但是他们要认错要道歉 在世界遗产里面 在他们的历史的教科书中 必须要载明他们当初是怎么殖民我们 然后他们在殖民的时候 做了哪一些坏事 我觉得都应该让他们的后代子孙 永远记得他们的先辈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 但是因为二次大战以后到现在 也过了几十年 我们都没有这样做 所以才会造成这些国家 他动不动就有念想 像日本就还念念不忘他殖民过台湾 重返荣耀的那种 就是一直对台湾有野心 然后德国英国法国一直对亚洲国家 有野心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些国家 像你看英国人怎么还会念念不忘香港呢 那是因为他以前的殖民地 殖民地是一个丢脸的事情 是一个可耻的事情 是应该被谴责的事 可是他却念念不忘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清算这段历史 以后要清算 我觉得这个是要做的 但是我们话又讲回来 英国的海军确实是不行了 那英国的海军在这一次闯了一个祸 这闯了这个祸也把脸丢光了 也就是他们在黑海的时候 他们进入了克里米亚叛逃 十二海里 被俄罗斯震撼教育了 被俄罗斯震撼教育了 那俄罗斯就跟他讲说 你再来试看看 我就值得把你集成 然后英国的国防部长 当时也讲了同样的话 我们英国人不是被你吓大的 但是对不起 也起到结束 再也没有进去过 而且连美国都没进去过 现在中国大陆其实就在告诉英国人 你进来看看 那也就是说你到了南海的时候 你对于我的岛礁 你对于西沙群岛 东沙这些岛礁 十二海里你进来看看 你进来我就给你好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 大陆是在提醒英国 说你要进来南海可以 自由航行可以 但是你只要进入跟领海有关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玩克里米亚半岛的那个把戏 那我很有可能我就会打给你看 那现在的英国的国防部长说 我不是被你吓大的 不过大家已经眼睛在看了 你如果没有进去这十二海里 就表示你被吓到了 你如果进去了十二海里 而你被打了 或者是今天中国大陆就在你的航母 战斗群的这个前沿这个地方 举行的实弹的这个演练 那么警告性的射击 或是举行的紧急的晃了一个演习区 就在这个地方举行演练 然后你本身的船港会又跑掉了 那这个时候你的脸就在第二次丢大了 何必这样子 一个已经衰败了 因为整个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我们坦白说就是没钱了 坦白讲就是政府没钱了 政府没钱穷了 穷了没钱你的武器装备都成就落后了 因为当初都在造武器 二三十年以后都已经落后了 都救了要淘汰了 可是没钱去造新建 美国也一样 美国本来说我要在我要造三百 我要维持三百五十五艘 结果那个算盘打一打 其实根本没钱了 现在三成三百艘 也就是后面的五十五艘不能建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船舰都旧了 旧了以后很多是旧舰都要淘汰了 淘汰了以后现在没钱怎么办 没钱就没办法造嘛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当初穷兵独武 不断的去扩张他的力量 然后把钱花太多 现在船舰都落后 台湾不也一样吗 买一堆飞机买一堆船 我们现在哪一些飞机不是老旧不堪 你现在还有钱买飞机吗 好 是 是